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中更不得不提董建华和霍英东 先讲讲董建华 他在国家的民间外交上 其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深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所以一直凭着自己对美国的深刻认识 和广泛的人物关系 进行着很多中美之间的民间外交活动 走自在2008年初 他成立了中美交流基金会 目的就是增强两国公共政策部门 智库 学界 媒体 以及商界之间的交流对话 除此之外 他还发起了一系列中美两国 针对加强能源 气候变化 学术研究 文化交流 及全球安全方面的合作 董建华致力为中美两国外交 制造更多的沟通条件和桥梁 利用民间发挥了积极作用 就正如习近平主席 在今年访美发表讲话那时提到 中美关系的核心 始终在于人民之间的交往 而这一点 董建华一直在发挥着这个作用 其实在不同年代 不同的环境需要 香港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回看1950年 朝鲜半岛爆发战争 当时美国商务部 为了打击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 管制对华出口2000多种战略物资 其中更加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 之后港英政府也跟随美国 实行了一系列禁运法令 香港禁运之后 对内地正在全力服务于战争的经济建设 产生估计不到的破坏 当时霍英东就决定秘密采购物资 组织船队突破西方对华禁运的封锁线 为内地输送去战略物资 以另一种形式参与千里之外的朝鲜战争 在这一集我们介绍了两个人 董建华和霍应栋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今年访问美国的时候 发表讲话提到 中美关系的核心始终在于人民之间的交往 董建华就是本着这份精神 结合香港的独特地位 致力为中美两国外交制造更多的沟通条件和桥梁 比较有影响力的 从涉及中美关系的哈佛共同愿景项目 到地区事务的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太平洋共同体昌宜 甚至是全人类福祉的全球气候变化项目等等 同样善用香港独特角色位置的还有霍应栋 根据霍应栋自己的益术 航战期间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帮船队在运输过程当中想了很多办法 当时就是用一个风帆将油放在船仓当中 在运送的物资当中 黑铁皮排名第一 橡胶和轮胎排名第二 其实董建华和霍应栋都只是众多代表之一 香港一直都是利用自己独特的角色 为国家在国际上争取更有利的位置 在维护国家主权上 香港从不缺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